大家好 那今天新增378例的中重症的個案 其中中症佔244例 重症佔134例 目前累積是有4817例的中重症的個案 那等一下會再說明有這個今天新增145例的死亡 個案 目前輕症無症狀的比例仍然是在99.73% 145名的死亡個案當中 136位是有慢性病史 102位沒有打滿3劑疫苗 其中70位是沒有接種任何 一劑的疫苗 另外超過80歲的個案有95位 那在這個145位的死亡個案當中 這個年齡層的分布 是從90多歲到這個30多歲 其中30多歲的這位是一位有接種2劑疫苗的男性 本身有慢性的肺病 然後至於慢性的腎病 那這次是 因為染疫之後出現肺炎跟敗血性的休克而過世 那另外在我們的中間的這個手板的 右上角 跟大家說明有今天2位新增這個 兒童的重症的個案 但是目前病況都已經好轉 其中第一位是1位1歲的 女童 本身沒有慢性疾病 那這次是在5月25號的時候有出現發燒 那隔天檢驗陽性 那隔天也帶到臺大 對不起 帶到醫院的急診 這邊去 就是因為 醫生評估說有這個 病況穩定的關係 所以返家 那在返家途中又出現了全身的抽搐 然後再回到急診 當時已經有意識變化跟呼吸 一種迫關係而插管 那醫生診斷疑似腦炎 做了電腦斷層 顯示有輕微的腦腫脹 不過並沒有說影響到這個腦幹跟腦失這種比較嚴重的 情境 所以是使用抗癲癌藥物 然後免疫球蛋白 還有降腦壓藥以及類固醇 等等這些 那受制在加護病房當中 那因為這個個案的 議事其實隔天5月27號就順利的恢復 那就移除了 呼吸器 也拔管 所以隔日就轉到這個5月27號 轉到一般病房去繼續的觀察 那 目前的病況來講是沒有發燒 生命真相穩定 那 也不需要使用氧氣 所以繼續在一般病房當中 使用上述的這些藥物在繼續治療當中 所以 這是我們今天有增加一個1歲的小朋友的腦炎 但是看起來已經有明顯的一個病況的改善 那第二位是一位這個6歲的男童 那本身也 也沒有慢性病史 是在這個5月21號的時候 有發傷 那當時有就醫採檢確診 那 返家服藥 那後來在這個服藥的返家 在在家治療的過程中 食慾跟活力有 減退的一個情形 在5月24號 又出現了這個全身的抽搐 那有意識的變化 所以再送到醫院去 當時是有 也是診斷說是懷疑是腦炎 所以 因為這個呼吸窘迫情形在5月25號的時候 插管 不過在2天的治療當中 也很順利的 就在5月27號的時候就把管移除呼吸器 那目前是使用這個高流量的氧氣鼻管 診斷在家務病房當中 使用 像瑞德西韋 美尼球蛋白 類固醇 免疫調節劑 等等這些藥物在治療 所以這位也是屬於一個 我們兒童的腦炎重症的 個案 不過在經過這個治療之後呢 已經順利的這個病況有 也有改善 那目前 也是把管移除呼吸器 所以我們累積到現在總共有22位 這個兒童的重症個案 經驗是形成2位 那其中11位是 腦炎的個案 那這腦炎的個案當中 除了說有5位是不幸死亡的個案之外 另外6位的 這個腦炎個案當中 有5位都已經是有 順利的把管移除呼吸器 冰礦也有好轉 那還有1位的話 雖然說仍然在使用呼吸器當中 不過他的這個整個 肝腎功能的情形也有在恢復 那目前意識狀況 也稍微有好轉一點 所以目前來講 大概在新增的過去幾天的 這個腦炎的這個新增的重症個案當中 看起來的 治療情形是有比較好轉得不錯 那另外還有6位是重症的屬於是肺炎 兩位是 敗血症 一位是孝吼 一位是家中的死亡 這個法醫 診斷新冠肺炎的個案 以及昨天有 共不一例 這個共病是屬於腦腫瘤的一個 部分 那累積到現在兒童的死亡個案是有10位 其中5位是腦炎 兩位是肺炎 這兩位都有 這個共病 就是有神經或肌肉系統的一些 疾病 另外有一位是敗血症 這一位有 這個腸道閉鎖的病史 還有一位是家中死亡 以及一位是共病腦腫瘤的個案 累積是10死 其實並沒有新增這個兒童新增的死亡 病例 所以跟大家做這個病例 這邊的一個上述的一個報告